家里有孩子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坚果小鸣鱼 好吃还能补盖 准备小鸣鱼和小朋友爱吃的坚果 锅里不放油 小火干炒两到三分钟 再用滤网过滤出多余的鱼粉 可以有效的去除腥味 接下来再按照屏幕上的比例 拌匀制作一个好吃的酱料 灵魂沙拉酱一定要记得放 接下来炒香蒜片 放入小鸣鱼和坚果 再淋入调好的酱料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小鸣鱼绝对ました